很多块友不相信用这个橡皮树叶片也能扦插成活 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扦插的这些 这两盆是刚长根的 新芽没长出来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移栽了 这边这两盆已经长了新芽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新芽长得还是很粗壮的 尤其是这边这一颗长得是更加的强大 那么我们想要用这个橡皮树叶片扦插 有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在修剪橡皮树的叶片的时候 一定要保留一个洁净 因为这个洁净里面 这个叶芽里面它有一个新芽点 这样才能让它快速长新芽 不然的话它会长时间不长新芽 哪怕是长根出来 它也很难长出新芽来 我们修剪之后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 给它晾干这个伤口 哪怕是晾一两天都没有关系 给它晾干伤口之后 我们扦插的机制最好选这种智石 因为智石它比较干净 不容易滋生续菌 不容易滋生病菌 我们扦插的时候可以多扦插几根 没有关系 这样的话不浪费这个智石 接下来还有一步最关键的 就是给它用这种强力生根剂 根刮刮 因为这种强力生根剂根刮刮 可以促进它快速长根 如果说长时间这个根长不出来 那么它很容易就会出现腐烂 这种根刮刮它是这种颗粒形的 我们只要撒在这个花盆的表面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浇点水 它就会溶解到土里面 刺激它快速长新根出来 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把它放到通风阴凉的地方养护 这个土干了再给它浇点水 一定要保持微微的湿润 不要给它干得太久 也不能给它积水 等它这个根长得多一点 我们再移栽到这个花盆里面 先往这颗这样就可以了 好了 如果大家也喜欢防止橡皮球的话 不妨试一下 我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